同学们好 我们继续学习租赁 接下来看一下教材上的例22-2 这是一个成租人融资租赁会计处理的题目 一 租赁合同 20-1年12月28日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个是租赁标的物 承控生产线 第二是租赁期开始日 租赁物 运底A公司生产车间之日 即20-2年1月1号 第三是租赁期 从租赁期开始日算起36个月 也就是20-2年1月1号到20-4年12月31号 第四是租金支付方式 自租赁期开始日起 每年年末支付租金100万 第五 该生产线在20-2年1月1日 B公司的公允价值是260万 那实际上就是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六 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为8% 那是一个年利率 第七 该生产线为全新设备 估计使用年限为5年 第八 20-3年和20-4两年 A公司每年按该生产线所生产产品 微波炉的年销售收入的1% 向B公司支付金银分享收入 那这是一个获有资金 再看第二个资料 A公司的 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 本期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第二 采用年限平均法 既提固定资产折旧 第三 20-3、20-4年 A公司分别实现微波炉销售收入 是1000万和1500万 第四 20-4年12月31日 将该生产线退还B公司 第五 A公司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发生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 拆旅费 1万 这是一项出使直接费用 我们看一下A公司的账务处理 首先呢是在租赁期开始日 租赁开始日这个时刻呢 实际上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做会计处理是在租赁期开始日 租赁开始日 就是我们签合同协议 而这个时刻当然要判断到底是融资租赁 进行租赁 只有向租赁赁到位了 这个时刻 才相应的进行一些会计处理 那我们看第一步 判断租赁类型 到底融资租赁进行租赁 五个条件满足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融资租赁 这个题说租赁期三年占租赁赁 上个使用年限五年百分之六十 不行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如果时间上要求百分之七十五 或以上才可以 我们再看呢 说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后面也无计算 这个数是2577100 而给定租赁赁的供允价值 260万 我们乘以百分之九十 说只要是算出的这个数字 要能够大于租赁赁的供允价值百分之九十了 就行了 而租赁赁供允价值百分之九十是234万 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2577100 那就把它认为满足了第四个标准 我们也没有必要记出哪个标准 你就知道有这么一项 也就是说这里谈到付钱足够的多了 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如果大于租赁赁供允价值百分之九十 就是融资租赁了 那其实我们这里面呢 如果考试真有这种题目 那概率现在非常非常非常小 你就应该直接说的第四个就够了 比如说租赁赁 这个项目 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已经大于租赁赁供允价值百分之九十就够了 不用说那个租赁期的事 第二步 计算租赁开始日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确定租赁赁的入账价值 体里呢 没有给出租人租赁那含利率 那你就选租赁合同利率 如果租赁合同利率也没有 那就只能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来进行折现 我们再看到最低租赁付款额 说各期租赁之和 加上乘赁人担保的资产余值 每年年底付款一百万 一共是三年期 一百万乘以三 乘赁人担保资产余值没设计 那这个是三百万的 那算限制怎么算 就是每期期末一百万 发生在每期期末 直接可以去乘以年纪限制系数 那你要是发生在期初 还得有一个折算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乘以利率 百分之八 七出三七的 年纪限制系数 这个年纪限制系数呢 是2.5771 也就是说连续三七 每期期末一块钱 在利率是百分之八的情况下 现在值多少 现在值2.5771 每期租金的限制之和 那每期租金是一百万 最终我们算出的数呢 是这个数呗 2577100 而租赁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260万 那前面说了 2577100怎么算 在后面计算 在这有个计算 小于租赁资产供应价值260万 我们租入的资产在入账时 是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租赁资产供应价值较低者 加出资直接费用 那较低者就是他 2577100 第三步 计算未确认农资费用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 是最低租赁付款额 减去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这是未确认农资费用 300万减去2577100 等于42万2900 未来要付的利息有这么多 第四步呢 将出持直接费用 寄入资产的价值 那出持直接费用 租赁 谈判签订协议过程中 发生的直接归属于 租赁项目的费用 例如说什么 印花税佣金的 律师费拆旅费谈判 那直接相关费用不都算 我们要把它记录到 租赁资产的价值里面去 有因为有1万吗 这样会看到 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 2577100 是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再加上出持直接费用 1万 2587100 在2022年1月1号 租入成功生产线 借房固定资产 2587100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 未来付的利息 有个计算 422900 那贷房长期费款是300万 贷银行存款是1万 1万是出持直接费用 当然你要说 2052年1月1号 应付本金的余额是多少 那应该是长期费款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 2577100 不是资产的入账价值 因为这项资产入账价值里面 还含了一个出持直接费用 也就是说 以后要对未确认融资费用 贪消时 用的是每期期出 应付本金余额 那你应该是 每期都用长期费款余额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来进行计算 当然都是用期出入 来进行计算 那第二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 分摊我们第一步是确定融资费用分摊率 前面也谈到了 如果说资产在入账时 是以最低租资付款额限制为基础入账的 那我们计算限制是用什么样的折现率 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一定是要和它相等 我们的题目 由于算限制的利率是8%合同的利率 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当然也是8%的利率 那这是关于它的选择 没有别的可选 第二步 在租赁期内 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 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一下 这个表格的分摊的过程 央付本金余额 即使也就是说 每期期初 长期应付款余额减去未确认融的费用余额 那在2052年1月1号 是2577100 我们前面确实有过这样的计算 2052年12月31号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现在去支付租金了 支付租金100万 本金和利息减少100万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数 就应该是2577100 乘以实际利率8% 206168 然后说应付本金减少数 减少的怎么算 可以这样来考虑 这是长期应付款减少100万 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100万 其中呢 应付利息减少的是206168 那你说本金减少多少 两者之差 100万减去206168 原来的应付本金余额2577100 现在减少了793832 还剩多少1783268 这样就不形成了 我们再看2053年12月31号 又涉及到有租金100 然后呢 这个数是怎么形成的 就要用七出的应付本金余额 1783268乘以8%计算 142661.44 那应付本金减少额 两者之间的差 同样刚刚说 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10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 142661.44 那应付本金减少数 两者之间的差 857338.56 之后 1784268减去 857338.56 那就剩925 929.44 那最后一期当然都把它摊完了 你最后一期呢 怎么算都行 比如说我们总的 发生的 未确认容的费用 422900 把前两年的摊销数一扣 那就是最后一期的 怎么都行 应付本金减少肯定也是它 那这么个过程 那如果说 把未确认容的费用 摊销数字每个年算出来了 那这个别的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事情 我们未确认容的费用 也可以这样来算 你像2052年 2052年年初 长期应付款余额 每一期呢 都是用期出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期出未确认容的费用余额 来算它的期出应付本金数呗 300万减去 42万2900 那就说期出 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8% 206168的计算 那2053年 长期应付款余额 300万减去一个100万 因为2052年底已经付了100万了 之后未确认容的费用2053年年初 最开始是42900 那我们再减去一个2052年摊销的206168 这不相当2053年年初的书吗 就是 但是中国号里的2053年年初 应付本金余额 再乘以8% 就把这数算出来了 142661.44 2054年12月31日 确认的容额费用 你总数是 42900 把前两年贪销数一扣 又是最后的一年贪销数 真的没问题 第三步 账务处理 2052年12月31号 支付第一期租金 每期支付租金100万 借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2052年1到12月 说每期 分摊未确认容额费用 我们整个一年的 未确认容额费用 分摊数206168 那现在每个月分摊多少 除以12倍 17180.67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未确认容额费用分摊 把它借到财务费用 所以借财务费用 代方未确认容额费用 17180.67 2053年12月31号 支付第二期租金 一样 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未确认容额费用分摊 这一年 总数是它 14261.44 它就算12个月了 除以12 一般我们考试时 很少说 让你算12个月的上 那每个月分摊的借费用费用 代未确认容额费用 2054年还是一样 支付第三期租金 借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2054年1到12月 每期分摊未确认容额费用 因为总数 是74070.56 除以12 每个月的6172.55 摊销的会计分费用 借记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容额费用 第三呢 记题租赁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折旧会计处理说 融资输入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 这个表呢 确实有点多余 有点小题大做 有点烦人 你说算每个月的折旧额 你把英计折旧额有了 也就是说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呢 是2587100 我们又没有残值 没有什么担保这个事 那整个折旧期间35个月 因为本身三年 三年取得当月不提折旧 35个月 每个月的折旧额是 2587100除以35就完了 很简单 它呢是怎么算的 弄到每一个年上去了 说是2022年1月份不提折旧 它提折旧呢 只有11个月 然后2022年203年 都是12个月 结果就来了一个 11除以35 那这个数呢 就说等于31.42% 那后面都是12个月 再除以35个月 因为整个就35个月了 第一个月不是吗 然后等于34.29% 那就算这么东西 算完了呢 说这一年的一个折旧额 用那2587100 乘以31.42% 算出这个数 812 866.82 然后2587100 乘以这个34.29% 887116.59 那这样来算 就这么计算 算出这个数呢 说 哦 那当年的折旧费 是这么多 那11个月 再除以11呗 就这么折腾 81266 866.82 除以11 等于73 896.98 而借方借制造费用 代方代理就折旧 我还真碰到 有的同学说 说我要如果用 固定资产入账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固定资产 在开始入账的时候啊 2587100 直接除以35 算每个月的行不行 这是问题吗 那当然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说算出跟他对不上 因为他是这么折腾的 由于小数的问题导致的 那相当来说更不准确 这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知道这事就行 这就算了 这就是他的说明 然后是 获有租金的账务处理 2013年12月31号 租赁合同规定 应向B公司支付 经营分享的收入10万 原来1000万乘以10万 获有租金 把它借到销售费用 所以借销售费用10万 代其他应付款10万 2014年底呢 由于当年是1500万乘以1% 15万 借方销售费用 代其他应付款15万 租赁金借满时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提折旧呢 是2587100 借累计折旧 代固定资产 因为没有涉及到 成族人担保余值 你要真的涉及到 成族人担保余值了 那不一样 那时刻提的折旧 肯定要比固定资产 入场金额少 我们看14年考试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 常租人与融资租赁有关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获有租金应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这个没问题 B 预计将发生的履约成本 应计入 租入资产成本 没有这个说法 履约成本实际发生时 即当期损益 不过我们预计将发生的 根本也不对 它确认计量 C 租赁期满 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支付的价款 应直接充减 相关负债 那等到租赁期满是优惠购买 我们肯定是借计长期应付款 代计银行存款吗 充减新冠负债 没问题 D 知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时 应以租赁内含利率 对最低租赁付款额折现 那首选吗 这也没问题 所以ACD是正确的 第三节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两个问题 一个是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另外一个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那首先是租金的处理 租金和前面乘租人那块的说法基本保持一致 都是采用直线法 那那边确认租赁费用这边是租赁收入 你说你除非 别的更合理的单数 否则都应该是直线法 一边确认租赁费用 一边确认租赁收入 出租赁费用 对于经营租赁出租人发生出租赁费用 那也是什么谈判 签订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手续费 律师费 差录费 银化税等 正常都即当期损益 如果这个金额确实大的 金额较大的应于资本化 在整个经营租赁期间内 按照于确认租赁收入相同的基础 分析技术当期损益 你要时间长的话 我们可以呢 把它是作为长期贷费用 以后进行分摊的 一般都即当期损益 但它可以把它资本化 那第三呢 是租赁资产折旧的机体 因为经营租赁这种情况 资产是出租人的 我们书上这个说法呢 那成都人当然不提折旧了 你出租人还得提折旧 自己的资产 应当采用出租人 对类似应计折旧资产 采用的折旧政策 来进行计题呗 那完全还是自己的资产 该怎么提怎么提 第四是 获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经营租赁下 出租人对获有租金处理 与融资租赁 那 相同 实际发生的时候 把它寄到当期损益 第五呢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提供激励措施 我们成都人那部分也谈到过 比如免租金期间 免租金期间 成都人是要确认租金费用的 出租人免租金期间 照样要确认租金收入 这都一样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出租人 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那这里面呢 第一个是租赁债权的确认 就是我们书上 现在这个准则 当时苏令债权的确认 是准则原文出现了问题 由于准则 现在刚刚 额 颁布新的 那当然原来的就已经 即将结束他的使命 因为有的公司 19年就开始执行 也有还没有开始执行 没开始执行执行原来的 原来的呢 就说在 长期营收款入账金额上 出现了一个错误 我们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新的没有这个问题了 新的准则没有了 那你要是反映长期营收款 应该是 应收融资租赁款 就是最低租赁收款额 结果我们原来给犯了一个 什么错误 说加上一个出使直接费用 把出使直接费用 寄到长期营收款了 那这个不合适 以长期营收款里头反映的 出租人未来找成本收租金去 那你说 出使直接费用这一块 要不要由成本人来进行承担 肯定是要找他承担的 我们发生这个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收 以收租金的方式去收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你不能说我租金都寄完了 再来一个 最低租赁收款额 等到租赁期满时 再找成本人 哎呦 我那时候出差差礼费 你还没给我报了呢 那怎么有这个事出现呢 那就应该是这个 最低租赁收款额 然后呢 记录未担保预值 代方是融资租赁赁 租赁赁源账面价值 然后有 要有出使直接费用的话 代方出使直接费用 之后呢 这有一个资产处置损益 是租赁赁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 那资产处置损益 可能是借方 也可能是代方 实际上 我们会看到 就这个两个项目 它是一个租赁赁赁的 供允价值 合在一块 融资租赁赁赁处置损益 这个是合在一块 租赁赁赁公允价值 我们前面谈到的租赁那盏利率 是怎么说的 是出租人未来要得到的资产 按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线 跟他现在付出对价相当 现在付出对价 就是租赁赁公允价值 加出使直接费用 那相当于这个 那未来得到的什么 不就说好了 那么最低租赁收款额 未担保余值 这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未来的资产 跟现在资产的价值的差 那就是未实现融资收益 没利息 它就这么个概念 这是对的 结果我们的准则 把这一块 莫名其妙的 加上一个最低租赁收款额 那你这个数加大了 必然是未实现融资收益数 就加大了 那最终又来那么一段话 把这数再冲了 就不就不 挺不好意思 好在这个事情的 继续要结束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按照新的准则 准确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 我刚刚对他也进行了解释 然后下面说 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那你是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 收回来的 最低租赁收款额中呢 应含有租出资产价值的 本金和利息 以及初始直接费用的 本金利息 所以呢 就说长期租赁收款 反映的金额 应该是最低租赁收款额 不是最低租赁收款 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以前考试呢 也真让我们算 长期租赁收款 入账及格 那初提人也真敢出 结果答案呢 就是 最低租赁收款额 还把初始直接费用 加上才有那个数 好在这人还挺够意思 如果说你只考虑 最低租赁收款额 没答案 那你得给个答案 得选出一个吧 把初始直接费用 一加上有答案 你说要真的来一个 最低租赁收款额 给一个选项 把初始直接费用 加上再给一个选项 这就麻烦了 不会再出了 因为我们他的使命 已经 虽然今年教材 也没有写新的准则 但新的准则 与我们原来这个说法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的就是这个题 12年考试的题目 我们看这个单选题 2022年1月2号 假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 出租一条生产线 租赁合同规定 第一个租赁期为10年 每年收取固定租金20万 除固定租金外 假公司每年按该生产线 所生产的产品销售额的 1%提成 据测算 平均每年提成约为2万元 第三的乘坐人提供的 租赁资产担保余值10万 第四 与乘坐人和假公司 均无关联关系的 第三方提供的租赁资产 担保余值是5万 假公司为该项租赁 令支付谈判费 律师费等相关费用1万 而假公司租赁期开始日 应确认的应收融资租赁款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说这里 租赁期10年 每年收取的租金是20万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10年乘以20 这肯定要算进去啊 租金 除固定租金外 假公司每年按生产线索 生产产品销售额1%提成 据测算每年提成2万 这是一个货有租金 与应收融资租赁款 没有什么关系 与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乘租人提供的 租赁资产担保余值10万 这要算进去 那一定要有它 第四呢与乘坐人和假公司均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提供的租赁资产担保余值5万 那么这个要有 之后 到这一块 那应该是215 初始职业分不应该算 但如果你不算的话 你看215选项没有 没有就加上呗 那考试一加 加这个1 那就变成216 那对方选项次1是正确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行为要这样做 我们第二个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的会计处理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终我们是要确认租赁收入的 因出座的人就靠这个赚钱 也是采用实际利率法来进行分摊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摊之后形成租赁收入 我们收到钱的时候呢 借机移航存款 代方代计常行收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贪消时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代方代租赁收入 那是他这样的处理 第三 应收融资租赁款 坏账准备的计题 那你既然是应收 就可能会涉及到有坏账 大家知道这事就可以了 第四 未担保余制发生变动的会计处理 未担保余制也是一项资产 那美年年度中了对他要进行复合 未担保余制增加的不做处理 那如果说未担保余制减少了 那你要对他进行处理 那减少呢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将由此引起的租赁投资金额 那租赁投资金额是指 最低租赁收款额 及未担保余制之和 与未实现融资收益之间的差吗 那这个的减少呢 把它记录当期损失 那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 租赁投资金额和重新计算的 租赁内含利率确认租赁收入 租赁内含利率的概念 你是未来要收到的钱资产 按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线 和最开始付出对价相当 那你想最开始付出对价是定死了 结果未担保余制的那个数变小了 那你肯定租赁内含利率跟着变了 那只有说这个租赁内含利率下降 你未来的现金流变小了 你折现了数才能维持原来的吗 这就涉及到一些减少的问题 这大师知道这概念就完了 那说 以确认损失的未担保余制得以恢复 应当在原以确认的损失金额内转回 又重新计算足利利利率 我们考试应该不会设计 第五呢是获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获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 确认为当期收入 获有嘛 发生时在即当期损益嘛 第六呢是租赁期建满时的会计处理 建满时一个说收回租赁资产 把它收回 存在担保余制不存在未担保余制 那担保余制呢是在长期应收款里反映了 借融资租赁资产代长期应收款 如果收回租赁资产的价值低于担保余制 没那个多了 那这个呢要向成组人收取价值损失补偿金 那如果合同这样签的 你要收取借其他应收款代应应外收 第二存在担保余制同时存在未担保余制 两个都有 那未担保余制也要减少 担保余制是在长期应收款里面 借方融资租赁资产代长期应收款 还有未担保余制 那有补偿的单说呗 第三存在未担保余制不存在担保余制 那就借融资租赁资产代方代未担保余制 第四担保余制和未担保余制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没法做 你不能说借融资租赁资产代什么也没有 优惠续租 那这些也都是一般的了解 要是留够 人家留够了借机银行存款 代长期应收款 如果存在未担保余制 人留够了吗 那你未担保余制 要把它转到资产处置损益 就像为卖掉一样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22-3 沿用教材的例22-2的资料 B公司有关资料如下 第一 该承控生产线账面价值为260万 第二发生初始职业费用10万 第三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 本期应分配的未实现农费收益 第四 2013年2014年 A公司分别实现微波炉销售收入 1000万和1500万 根据合同规定 这两年应叫A公司取得的经营分享收入 分别为10万和15万 第五 2014年12月31日 从A公司收回该生产线 那我们看B公司的账目处理 第一个 租资金开始热的账目处理 那首先第一步 计算租资内含利率 租资内含利率的概念 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出租人 最低租资收款额限制 与未担保预知限制之和 等于租资资产供应价值 与出租人 出使职业费用之和的借限令 所以你看到出租人 未来得到的资产 最低租资收款额限制 未担保预知 限制吗 那就是这个 最低租资收款额 未担保预知 根本不会说 单独再算 出使职业费用 你未来得到的 那个出使职业费用 是应该含在 最低租资收款额里面 那这个题目 不存在担保预知 也没有未担保预知 那我们算 就说 每年一百万 然后利率多少 七处三七的年金限制系数 等于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最低租资收款 和限制了 因为没有涉及到未担保预知 等于现在租赁资产 供应价值260万 前面给的 还有出使职业费用10万 270倍 那这样 那也就是说 这边的1 这边是2.7 所以就是 进行这种试算 我们算 我们算利率要是5% 进行折线 算出的系数呢 是2.7232 那现在这个数比2.7多 所以利率往上调 利率越高 算出的 限制越少 当利率是6%的时候 我们算的数的是2.6730 他的年纪现实系数 所以利率是多少时 我们应该等于2.7才对 因为那是 100万270万 算的是2.7 就是利率是多少时 应该等于2.7才对 那之后 我们就这样来比 按比例呗 比如2.7232 减去一个2.7 说这个数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2.7232 除以这个 减去2.6730 这个数 然后你这边 按照同样的方式 那你原来是 2.7232 加2.7 那我们这边 5%减去R20 实际利率 那指这个数 除以什么呢 除以实际利率 除以这个 5%减去6% 因为这边不是 2.7232 2.6730 经过计算 实际利率是 5.46% 那知道下这个事情 我们考试应该不会 按照这种方式 算实际利率 我严格来讲 这种计算的方式 有毛病 那现在这个 信息化 哪能 这种近似啊 实际利率 介于5% 6%之间 而真正的实际利率 它不是直线方程 直线方程醒了 你不是直线方程 你怎么能这样简化呢 因为这是相当 一个直线方程了 所以它是个近似的 那以前当然了 没有办法 计算机会计处理 没有到这种 进步的时代 那可以 我现在应该 反正考试应该回避它 所以再老讲 这种内插法 进行计算 这好像有点 不是很好了 那第二步 计算租赁期开始日 最低租赁收款额 及其限制 还有未实现容的收益 那最低租赁收款额 100万乘以3 300万 没有未担保预值 那最低租赁收款额 限制当然算出 肯定是270万 按照5.46%计算 那未实现容赁收益 300万 减少270万 等于30万 第三步 判断租赁类型 从时间上说 租赁期三年 占租赁赁赁 上个使用年限 5年60% 这一条不行 那最低租赁收款额 限制270万 那租赁赁赁 原账面价值90% 是260万乘以90% 234万 那这一条满足了 所以肯定也是 融资租赁 之后账户处理 2022年1月1号 他就来一个 按照我们书上 说是最低租赁收款额 300万 加上出赁直接费用10万 变成310万 贷放融资 租赁赁 那供允价值260 如果说要是有账面 那供允跟账面差 还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直接买了新的260万 出赁直接费用 带银行送款10万 然后形成未实现融资 收益40万 接下来就是 在这一块 不知道谁说的一个什么话 什么高谷啊 就把多计的10万给冲了 因为本来那10万 就不应该往这计 不计的话 那未实现融资收益 不会变成30万了 那本来未实现融资收益 就应该那么多呀 结果弄错了 为这个错误打原厂 就来这么一段话 别当回哨 那冲完了之后 实际上这笔分路就相当于 借偿已经收款 300万 代融资租资产260 银行分款10万 未实现融资收益30万 这么个事 那才是对的 那第二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的账目处理 那第一步 计算租资期内 各租金收取期 应分配的未实现融资收益 未实现融资收益 一共嘛 就是30万嘛 我们要分的 租资投资金额余额 或者说我们这里 应收本金余额270万 那你确认的融资收入的同样 2022年 那由270万乘以5.46% 2022年底的147420 同样这个收到的租金 100万 我们认为呢 应收本金和利息减少100万 其中应收利息减少 147,420 那你应收本金减少多少 比如租资投资金额 两者之间的差 852580 之后租资投资金额 或者应收本金余额就变成 1847420 然后又是 用它呢 再去乘以5.46% 100869.13 那租金呢 100万 减去这个数 租资投资金额减少那么多 又算出 最终租资投资金额余额了 跟前面类似 最后一期 反正肯定都要摊完 总的未实现融资收益是30万 把前面两年的 一扣掉 就是最后一期摊销的 51710.87 就行了呗 第二步 账务处理 2012年12月31日 收到第一期租金 我们收到时 借记银行存款 贷偿情收款100万 那收到了 然后未实现融资收益 摊销呢 要把它反映到 租资金收入里面去 2012年总的 未实现融资收益 147420 那么除以12 它的摊销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房贷租资金收入 2013年收到第二期租金 那借银行存款 贷房长期租资金收款 100万 就这个呗 2013年1到12月 每月确认融资收入 也是一样 一年的 100869.13 那每个月的 它除以12 所以借机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房租资收入 2014年也一样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收 然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租资收入 货有租金 发生时 既当其损益 我们把它确认为收入 那由于是1000万 我们乘以1% 10万 借方借应收账款 贷租资收入10万 2014年12月31日 根据租资合同 向一公司收取 基因分享收入15万 也是那个会有租金 我们再有借方 应收账款 贷方租资收入15万 租资期借满的账目处理 那现在把设备 从A公司收回了 你做一些倍查登记 已经收回来了 财务报告中的 劣势披露 这就一般的算了 我们看18年考试的 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出租人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融资租赁下 获有租金 在租赁开始日 预计并确认为收入 那获有租金不行 发生时把它计当起损益 你不是租赁开始预计的 就确认收入的 再看B 融资租赁下 应收融资租赁款 按租赁开始日 最低租赁收款额 与初始直接费用 的差额计量 那应收融资租赁款 实际上来讲是 最低租赁收款额 来进行计量是合适的 如果按照我们的说法 那再加上一个 初始直接费用 反正怎么的都不对 本来呢 就是你定义完 最低租赁收款额了 那就应该是 应收融资租赁款 是它才是对的 再看C 融资租赁下 未担保余值减少的 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并将由此引起的 租赁投资金额减少 确认为 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不是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 直接计当期了 那这也不行 D呢 经营租赁下 收取的租金 在租赁期内的 各个期间按直线法 确认为收入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选项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关于初始直接费用处理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 长租人 融资租赁业务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应计入租赁资产的价值 那初始直接费用 长租人啊 如果是属于经营租赁 即当期管理费用 如果是属于融资租赁 要计入资产的价值 所以这是对的 B 长租人融资租赁业务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应计入管理费用 那这就不行了 C 长租人经营租赁业务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通常计入当期损益 这是对的 比如计管理费用 那也是当期损益 第出租人经营租赁业务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通常计入当期损益 是啊 通常也是计当期损益 你说金额较大的 你可以贪销 但一般都计当期损益 ACD是正确的 那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教材上 长租人融资租赁 会计处理的一个题目 那多关注一下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贪销 就行了 然后是出租人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 会计处理 租金是分期确认收入 直线法 那有免租金的期间 免租金期间 照样要确认租金收入 或有租金发生时 是把它计当期损益 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 会计处理呢 因为本身准则 当时的原文写的有问题 所以大致一般的 看看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也就是关注一下 比如说像未实现融资收益的贪销 也是要用实际利率法 那怎么进行贪销应该清楚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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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